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好 早 我今天分享我自己的怎么做爱多美 我是59岁的时候加入爱多美 我今年已经65岁了 常常有人会问我说 你是将军夫人 你有艺人媳妇 那我的儿女呢 因为她也是上班的也非常的高兴 说为什么我还要来做爱多美 最主要是我要我自己个人要有自主权 那因为我什么事情我都不会靠家人的 就像我有一次因为工作太劳累了 我的耳朵 耳膜破了 那就需要做人工的耳膜 那到医院的时候呢 那个家人就问我 要推进手术房的时候 家人就问我说 你会不会害怕 我说我不会 我说我很定 因为我有爱多美 所以说我真的 我心里一点都不恐惧 因为爱多美带来给我非常非常的定 真的是定一个字 虽然说讲很简单 其实真的做出来 爱多美做出来 各方面都会让你心无旁骛的 所有的一切都不怕了 接着呢出院以后 在家里待了一个礼拜 那我媳妇就跟我聊天 我就跟她讲 你看我在家待了一个礼拜 我还每天都有被动式的收入 那对你们来说 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所以说这一点 她也感到蛮感恩的 那她觉得说爱多美 真的是很好的 那我们家是一个 爱多美丰人宴的分宴 因为从我到媳妇 到我两个孙子 没有一天不是爱多美 到我们家呢 所看到的所有的产品都有 那也随时离不了爱多美 像我大孙子 她在三岁幼稚园的时候 她就懂得爱多美是分享的 所以说她到幼稚园 她就不定时会拿海苔 益生菌 还在幼稚园教小朋友做优格 她还自己带了优格机器行销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 她从园长到老师到阿姨们 通通签下来 签了二十五个 所以说爱多美她只是一个分享 那我小孙子今年才五岁 因为她常常跟着妈妈去分享 所以说她也知道爱多美 她有时候也会帮着妈妈 撿资料贴申请书 所以说她看到人也是说 爱多美很好 你加入了没 身份证给我 所以说我们家真的是已经离不开爱多美了 那家里所有的一切 尤其像我媳妇 她是拼了命的 疯狂的 她每天一定要 然后默开十位 她每天 几乎她一天只睡个两三个小时 现在挺个八月运渡 她快生了 她还是每天晚上 她每天不断不断地对她的群组 对她的FB直播 所有的会员的 怎么样加入会员 产品是什么 她每天一定有一到三次的直播 所以说她常常这样子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家所有的这个 那个 因为媳妇她们 她们就是非常非常用心 也感染到她的娘家 她妈妈昨天也参与这种销售大师的颁奖 她妈妈一上去她们就auto了 那我请问各位 昨天晚上的生涯规划书 大家有没有做 一定要做的 我在五年前做的生涯规划书 我几乎都完成了 我只有一项还没有完成 就是我当时我的房子 我想要住好一点的 因为太贵了 因为数字在六七千万 所以说我只完成三分之一 就只有房子事情还没有完全的结案 所以说我的生涯规划书 我都是照我五年前这样子的计划 所有的都完成了 那房子的事情那就不急 那昨天晚上因为 因为我这个布丁媳妇 她对她妈妈的这个感动 我把它在贴文上 我大概的念给大家听 她说可惜今天刚好接了重要的工作 没办法亲自到现场帮妈妈拍拍手 我想这是我这辈子为我妈妈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我再怎么会赚钱 也不可能一个月给我妈妈孝亲会高达六万 我用爱多美帮助我妈妈成为销售大师 我妈妈自己也很认真奔向爱多美 以后每个月的孝亲费只会多不会少 因为我妈妈是自动行销售大师 已经联系两次AUTO了 目前业绩持续失控中 感谢董事长浦涵局创立爱多美 妈妈棒棒 觉得感恩 这是她昨天晚上写的一个贴文 那我们家真的是因为有了爱多美 真的是每一个 每一个人对生活上的这种依靠 资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我做爱多美已经做了五年了 那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一切 以爱多美都是爱多美 走一季爱多美又一季爱多美的 家庭非常非常的美满 因为爱多美 所以说我非常的谢谢爱多美 给我带来整个人生 因为我年纪已经进入到老年了 所以说有了爱多美以后 因为有了爱多美 所以说我的后半生 真的小孩子根本不用操心 不用担心我 那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轻松 那我前阵子也买了一部车子给我小孩 我都把存折印章交给媳妇 说你要多少钱你去提 那以后的 所以说他很感动说 我非常的相信他信任他 那他看到我的存折的数字 就跟我儿子讲 你看妈妈妈妈的数字 七位数以上 他说真的是爱多美真的是好棒 让我们家真的 全家理由也是 我们今年事业到冲绳去旅游 花了三十万 我说没关系 都是爱多美请客 只要说对家庭 或者是对事业上的一切的一切 我真的是 我最爱的就是爱多美了 那最后呢我要非常的感谢 感谢大家 我们爱多美家人 对我本人 及桃源富豪中心的这种支持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